打开Shopify以后的话 它右上角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开始一个免费的试用 那它提供了一个三天的免费试用 三天过了以后的话 你可以再花一美元再试用一个月 价格都不贵几块钱 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来组筹我们的Shopify店铺 这里的话它会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 你不用管它 直接点击这里 跳过所有 选择你所在的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下 这里的话你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 用你的Facebook账号 用你的苹果账号 或者说直接用你的邮箱进行一个登录就可以 我这里用我的Gmail邮箱进行一下登录 好这里的话 系统的话就会自动的帮忙创建店铺 非常的方便快速 其实开店的话都很简单 这个几分钟搞定 难的还是在后面的一个营销推广运营上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店铺的话就已经注册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加 可以发布我们的第一个产品 如果你是做一键待发 无后缘跨境电商的话 那我们可以交给第三方的平台 一键的话把货铺进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NZOP NZOP它可以一键待发 可以把货铺到我们的店里面来 我教大家怎么操作 我们点击右上角登录 第一次进来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Gmail邮箱免费进来试用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NZOP的后台 第一次进来可以点击左上角这里 连接到你的一个Shopify店铺 我们点一下连接 我们选择第一个我已经拥有一个Shopify店铺了 选择第一个点击一个继续 我们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授权 我们点击一下它 这里点击一个 NZOP的链接的话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也会放在我这个网站里面 这个网站里面包含本期视频用到的 基本上所有的一些链接 我都会放到我这个AI有风网址导航站里面 在这个位置 NZOP 点了这个授权以后 它会跳到这个页面 我们点击一个安装 那我们点击这个安装 安装以后我们点击这里 这里继续点击这个安装 安装好以后它会自动跳回我们的一个扔作铺 左边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寻找一个产品 点到这个产品以后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相关的产品 你可以在上面搜索相关的关键词 下面的话它就会找到 比如说我这里搜索一个矫正带baby夹 大概类似这样子 它里面有很多产品 假如说你觉得这个产品好 你可以点击这里 增加到我的一个产品 这个女士的也可以 你可以点击增加到 你可以销售各种各样的一个产品 下面的话还有很多很多 你可以里面选择的 可以选择的非常非常多 而款式你可以多选几个 而选好以后的话 你在你的左边这里有一个你的一个产品 我的产品 点击下它 这里的话你可以点击三个点 这里可以点击发布到我的一个店铺里面 而在发布之前的话 你可以更改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描述 这里面有 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 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售价 这个售价的话它都帮我们填好了 竞价的话成本是多少钱 运费是多少钱 你卖多少钱 这里的话都已经帮你设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改 图片的话你也可以更改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直接点击左下角 这里有个发布到我的店铺里面 而最下面勾上点击一下确认 这个产品的话它就开始来发布了 左边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多这些 你也可以把更多的产品点击这个三个点 直接发布到我的店铺里面 方法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上架产品的速度 或者话会非常非常的快 比如我们手动去商家 需要你高出非常多倍 那这里发布 在发布成功以后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链接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 那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Shopify后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发布的这个产品 而在这个页面的话 你可以对我们整个产品页面的话 价格啊其他所有的内容 我们都可以进行更改 左边的话有一个产品 左边我们点击这个产品 会看到我们刚才发布好的一些产品 我们点击这个眼镜 可以来预览一下 我们发布好的一些产品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从 任作铺的话 直接发布过了一个产品 那一旦有人在我们这个店铺里面下单以后 任作铺的话 这边的话就会收到一个订单 单在你的order 那它系统是全部自己连好的 你可以充值成为他们的会员 任作铺的话 它会自动的帮我们发货 那非常非常方便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你做好一个 客服的一个工作 多好市场营销 店铺运营的工作 发货的事情就直接交给任作铺的话 来帮我们处理就可以了 它里面还有一个品牌包装 如果说你想在你的产品上 开包装 加上你自己的logo 那你可能需要它的一个plus会员 那你可以升级为它的plus会员以后 你把你的logo信息发送给它 它可以帮你在产品上面 产品的包装上面放上你的logo 而且它们还提供一个7乘以24小时的一个 客服的一个支持等等 非常非常的方便 建议大家的话 新手可以从这种意见待发的平台开始 除了任作铺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想做这种宿卖通 也就是宿卖通意见待发 有封这个网站里面也有这个网址 我们点击一下它 那我也可以直接把宿卖通的上面的产品的话 一键导到我们的shopify店铺里面来 也非常非常简单 第一次进来的话 我们也点击右上角开始 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第一次进来你可以注册一个你的账号 这里是一个创建你的账号 你输入你的邮箱 输入你的密码 创建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比如说TikTok上面卖的好的产品 直接导到你的店铺来都没有问题 那直接点击导入 那我们把这个先收起来关掉 那第一次进来的话 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店铺的话 连接到这个低热的一个后台 第一次进来我们需要先把这个低热的一个插件 安装到我们的一个浏览器上面 那我们点击首页 这里有个Google浏览器的一个插件 我们点击一下它 那点击这个按钮 把这个插件的话 先装到我们的一个浏览器里面来 插件装好以后 我们这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DS的一个按钮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钉按钮 把它钉到我们最上面来 我再回到低热的后台 左边的话 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的shopify店铺 我们点击一下它连接 那我们选择第一个shopify 那这里的话同样需要安装一下这个APP 我们点击一下安装 那同样这里点击一个安装 那我们第一次点击一下确认一下 那这样的话我们产品 我们的店铺的话就已经连接好了 那当然第一个的话 它不管可以连接到我们的shopify 它可以连接到平台很多 Wix, WooCommerce 还有这些TikTok 都可以帮我们进行一个一键待发 它里面调用的所有产品的话 都来自于我们的一个书卖通 可以点击左边这个寻找一个产品 比如说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 搜索相关的一个关键词 我们就这里就可以来找到 搜索一下 点击这个OK 那下面的话会出现很多相关的一个关键词 会出现很多产品 如果说你想把这个产品 导到你的店铺很简单 直接点击这个Go 再点击这个增加到一个导入列表 你可以一次性的话多选这些 选好以后直接点击一个导入 它里面的话还支持一个多国的语言 你可以把产品的话 直接翻译成这么多国家的语言 因为我们现在做英文 我们就先用英文 如果说你要做其他国家的地区也没有问题 我们点击一个确认 那这里的话进在一个导入 这里它显示导入成功 我们去点击这个check去看一下 来到左边导入的一个列表 假如说你在Shopify官方的一个首页 给你看到一个产品 假如说这个产品我比较喜欢 那我想把这个产品导入到我的Shopify 连部也很简单 点击右上角这个DS 这里点击一下更新一下设计 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刚才安装了这个DS的一个插件 这里方就会有多了一个按钮 增加到我们的Dev 我们点击一下它 它就会这里可以显示这个产品导入成功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Dev后台 这边有个导入的一个产品 我们来刷新一下 我看一下我刚才导的这个美女 这个产品有没有导进来 可以看到刚才这个产品导进来 导进来好 以后我们直接把这些产品选中 点击这个发布到我的店铺就可以了 这上面可以选择 你要发布到一个店铺 价格的话 你可以这里手动设置一下价格 也可以手动设置价格 然后选中以后点击一个发布 这会的话会显示一个发布的一个进度 这个产品的话已经发布成功 发布成功 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Shopify 后台我们来刷新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产品是不是 全都导进来了 我随便点开一个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产品 我已经把它导到我们自己的店铺来了 看吧 非常的简单方便 希望有风的付出能对你有所帮助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空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